纯南会是最早在我们台湾闽南社会婚嫁上使用的头花 是一种需要尽心跟耐心的手工艺 蝉花工艺师林怡静利用东山乡公所推出的老屋创生计划 在离开职场多年之后 重新创业打仗了一个推广并且传承春载花传统记忆的原地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进入林怡静的蝉花世界 我即使他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但是我还是很坚实我不想放弃 大家好我是林怡静蝉花工艺师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蝉花世界 蝉花它是一个需要尽心和耐心的一个手工艺 它最早在我们台湾闽南社会是婚嫁上使用的头花 那它是需要用丝线还有纸板 还有以前是用铁丝那现在我们用铜线去做它的支架 就这只有这三种素材 我纯粹用手工完成了一个一朵很漂亮的花 那它的技法就是一直缠绕一直缠绕 所以就是蝉花这样子 通称就是春阿辉 盛夏的意思 春 因为以前农业社会嘛 我们都希望是年年有余或是年年都有盛夏东西 所以就是春阿辉是有一个吉祥的意思 我36岁那一年我到传统艺术中心参观 那它里面有一间很有特色的店就是蝉花工艺的店 那当初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以为 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 它是布做的吗 它是缎带做的吗 小姐跟我讲说它是用手工 然后纯粹用丝线然后用去缠绕的方式做了一朵花 我当时非常的惊讶 手工艺可以做成这样子 所以我就对它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手工艺的东西 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欲罢不能 然后每天都需要做了一些蝉花的工艺 我才觉得今天有好好的生活的一天 所以就这样做做做做的 今年的八月满了十年的时间是这样子的 然后缠绕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很重要 在你缠绕大概两三圈之后 你是必须要顺线的 让你的线可以直直的而不是 因为我们在缠的时候会卷嘛 所以线会变成卷卷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顺它把它顺成平平的感觉 然后你缠上去的时候才会有布的感觉 而不是一条一条线非常明显的感觉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 因为它挫折感非常的大 有的人就是没办法接受那个挫折感 它做出来真的是不漂亮 还有就是它在组合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多注意的细节非常多 不只是你只要惨得漂亮 它在组合的时候也非常多的细节 你必须要去想 必须要去在失败中找到厉害的地方 或是你必须要从头开始把它拆掉 然后继续再去组合 对我来讲是很迷人的地方 因为它就是一直可以接受挑战 一直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细致的东西出来 是这样子的 跟羊它是比较 其实它是鸟类比较立体 但是我们初学者 我们就是从平面的开始学习开始做 所以我就把它做得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颜色很亮丽 然后这一只蝴蝶它看似这么小只 其实它花了我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做 因为它的翅膀非常难做 然后其中黑色的部分 还有带金的部分 也是蝉花的技法里面的其中一个技法 它也是不好做的一个技法 我希望蝉花不要让人家既定的印象 它就是婚嫁 其实它不是 它是可以非常多创作 非常多作品呈现出来的 然后我希望可以更多人去认识它 然后知道它的好 喜欢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去创作 或者是一起去切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回馈 心意柔和 生自在 你心跟你的想法 跟你的手必须要柔和在一起 你就很自在地在蝉花的世界里面 非常的好 就是我十年来对蝉花的体会 对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还没有想到 像画面那样 像画面那样 那样子 就是我怎么知道 我只能让你觉得 你还没有想到 你也是看这个人 你不能想到 你能想到